好啦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白 好我們今天要來介紹一個特別的防守隊 因為說真的60級趙雲真的很難打 很難擋嗎 應該不是難打是難打 那一隊滿級的趙雲就可以 烘垮一座城 那我們就讓他慢點發 對不對 可以的話就讓他慢點發 那我們就用 這個 再來是辨識吧 辨識 慈想勤儉 消除自身即防山部隊一個弱化效果 對目標地防山部隊賦予強化意志 那強化意志就是讓他的強化效果量減少50% 就原本他是100%就變成50% 降一半 讓他發動的那個效果降低 降低 那我們用冥火舞讓他早點發 早點發 應該可以比 一般的趙雲應該不會有6秒 所以應該會比趙雲還快 還快 那當然就是這個 大家常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看到 大家的城裡面都會放一隻張松 張松自殺流是不是 原本都覺得說為什麼要放張松 那被加一次不就紅花了嗎 而且是一等喔 沒有三等的張松 那看他的戰法好像沒什麼特別 那看到他的技能就是有一個內印 副降連鎖率加1% 但是你這個只要放一隻就好了 不用放其他的副降 因為他潰敗的時候可以讓附近周圍 敵方山部隊戰法量表降低 20% 每一個閻人就20%了 閻人一等 閻人1就20%了 你就可以降掉 那個類似的閻人的那個量表 量表 主要就是要讓他發動的時候 戰法降低 戰法的威力降低 那讓他的那個 戰法量表再減少20% 然後最後再用我們這一個 那個 逆襲的 逆襲的點尾 去把他用一個 那個反擊 三倍鳳凰的反擊 一次讓他在 一次讓他消滅 就是 你降低他的威力 然後降低他的量表 然後最後他 假設其他的人發動戰法 那三倍鳳凰給對方 就是 降低後再反擊的 訴求意思 然後 那我們就是用張核 讓他的防禦降低 那 這個逆襲 讓他三倍鳳凰 就是用這種方式去 好 用這種方式去 壓制一下那個 趙雲 不要讓他太快發動了 好 好 那我們就來實施了 那 假設他是出一隻趙雲 那一般來說 你出了一次趙雲之後 還會再加一個 湛飛 那我們這次就發湛飛跟趙雲 好 先來試打一下 張飛趙雲試試啊 然後 我們先發動 那張宋已經虧白了 那趙雲他有點被移植到 那再來就是發動我們的 點尾 喔 可以耶 那個最後一集的那個點尾 你有看到嗎 他根本就機關槍吧 停 是不是機關槍啊 嚇死我了 先回來一下喔 噢 趙雲的攻擊力真是可怕 你知道嗎 噢 為什麼突然跑來了 我不是已經講說會測試嗎 所以說真的這個還蠻難 張松真是蠻特別的一個武將 這是一個蠻特別的武將 所以我們這次加一位打看看 三打三尊能不能可行 這個五等的閩活真的蠻快的 加上大概15秒而已 靠完美發你就 哇靠腰不行欸 並不是每次都可以成功 而且為什麼最後一集的時候都打0啊 對方趙雲又沒有放那個 又沒有放兵器 太奇怪了 應該是有機會了 三個 應該是有機會啊 沒有 沒有 靠啊是一样耶 看这个赵云会不会太夸张啊 这是有点猛耶这个赵云 你打一个打两个都没问题 但是打多了第三个 多了第三个怎么可能会打不赢 这本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三个应该是没问题的 张飞发动真的蛮快的 张松挂了便是也发动了 但是张飞的张飞的 哇 超音发动 刚好又遇到 点尾发动 他怎么还没过啊 为什么变成 防守啊 哦 哦 无解 夸张 你怎么解 他是用 南蛮夫妻 南蛮夫妻再加孙策 龙胆威德跟熊略都是3 假如单独赵云来打 一定是可以压制 赵云加张飞也可以压制 但是 三个部队 那我再次放 我只要三个部队赵云 我只要放五个部队 张飞赵云跟三个部队去打成 那他这样攻过来 应该 那我放四队 四队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辨识发动战法 抑制你的 那张松也挂了 靠我的孙 孙兵也挂了 那我编室还在 所以应该是可以的 五四 四个来 可以 五个 张松挂孙兵也挂 五个 那我留4個捏 4打4 4打4應該還可以 所以點尾是關鍵 他三杯鳳凰真的是很需要 那便是壓對方的戰法 張松掛了 就這樣20% 那...哇操了 賽特 掰掰了 哇靠 看這次怎麼厲害啊 這次怎麼那麼強啊一個都沒掛 我掛那麼多 所以很吃點鎖 點鎖膏 鎖膏 鎖膏就是不一樣 那我這次叫甘寧 嗯 嗯 嗯 你也是20秒了 辨士发动战法降低张中溃败降20%降低威力 然后哇 但是问题是赵云还留着 看他们的赵云还蛮血的 哦三连锁可以哦 反击成功 这个关键真的在点尾 最后一个三连锁果然也是连锁绿 果然也是连锁绿 最后就是假设你是全力防守 那六队也一起来 假如是这样的话应该是没问题啊 那假设你的张飞跟赵云都出战了 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而且你防守又有辨士 降低威力 然后 诶张松啊 哇 哦 差不多 就是这样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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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eds 米 海 最后是看看这五部队能不能 能不能连打贼部队当工程部队 也是吃点薯 哇 我的赛特还没有战法出来 我的赛特还没有战法出来 是25秒因为其他都是20秒 就差在赛特 所以我们一次战法其他发完了是赛特 假设赛特可以更快的话那应该就没问题 好了那我们测试完了 然后这个张松真的可以用 还有辨识跟我们的点尾 然后介绍给各位 然后这里是迪白科技频道 我是迪白那我们下次再继续测试见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